3B 遇用媽媽大姑程可惟 效忠五十年沒有變過心 當年曾經有電視台 三次高身或角度不為所動 不過在兩年前 她就不獲2B 包身續約 改遷一年一數 大姑一度感覺被離棄 不過明白近年經濟環境差 上方都沒有對錯 現在已經放下 反而更加享受人生 大姑一向從規道舉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負面新聞 人生就有很多其餘 今次接受我們星島頭條的訪問 就手道跟觀眾讀者分享 我記得我初初讀訓練班沒多久 去完上課回來回家 我們當時住的屋是舊課樓要走樓梯 我還聽到我媽媽叫我語名 我還回答她說 你正在回家 現在正在回家 這樣回答她 那天吃不飯 晚上就開始發夢 有一把很老的聲音 跟我聊天 她說總之我很喜歡你 我想你做我老婆 你當時幾歲 二十一二歲 又幾歲 唉 我的智慧都挺高 媽媽給我 我就想一下 糟了 為什麼會這樣的 那我就解釋給別人聽 她說 根本是不可能 我和你又無冤無仇 我又不認識你 現在你看你 給我這個歡才 給我看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以為靈太會放過大姑 誰知十天之後 沒有吃安眠藥 我夢再次來襲 今次大姑更加被騷擾去到濕雲立刻 幸好在她診所的路上 遇到高人指點 她說 我們見到是緣份 你今天見到我是很好的了 你知不知道你沒什麼時間 你整個樣子擺出來 你根本就很淋淨 說我 你回去你自己家 求一下你媽媽 或者你爸爸 或者你家親人 我現在就給你這個地址 寫了一個地址給我 你回去就求他們幫你 去這個地方 即是你家人去完那個地方 你就沒事了 說起來都很奇怪 大姑的媽媽 見到她性淚俱下 跪地求救都有幫手 自然噩夢消除 不過求救內容 就要一世保密了 雖然經歷天荒夜談 不過都是真人真事 問到是不是因為這樣 而令大姑 堅持不分之謎 她就說不敢肯定 但是都幾肯定 是跟個人性格有關 兩個人的相處 是兩個人的心一齊 才有所謂愛 一個改變了 那些都不是叫做愛 你自己都不敢擔保自己 一生一世去愛一個人 何況你要保證 別人對方愛你一世 你不要亂想事情 實際一點 緣分你說是好的又可以 說不好的又可以 你看多少 幾恐怖的名案 初時很愛 後來不愛 然後又殺了你了 大姑在51歲那年 試過家中餘劫 憑著膽大 鎮定 成功化險為二 最主要是 當時那間屋 沒有人 因為家裡的人移民了 沒有人 那她又半夜突然進來 爬水渠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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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起床 還罵我 說我好看電視 為何不睡覺 累她在天盤等了幾個小時 我找不到你的錢 我說好 我出去廳拿給你 那我準備開燈 她又不讓我開燈 不知道是不是怕我認得她 那我出廳就拿了 拿了我自己的錢 因為我很有趣 放在一個地方 拿了筆袋出來 裡面有 就給了她 那我 當時因為沒有開燈 她就拿了我的筆袋的錢 出去窗門附近 有燈光的地方 看看 我是演員 始終 是有一種 不知為什麼的 感覺 我感覺她很滿意 所以我心很定 我就不再害怕 她說 為什麼你不害怕我 問我 我說不是 我很害怕你 我怕到她心裡震出來 我腳在那裡震 她說不是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女人 像你這樣 不害怕我 大姑和賊人聊天 更加勸對方 令你一筆錢 回去鄉下做生意 那你不介意 你拿了我這些錢 你不如回去 你們鄉下那裡 建一間屋 你可以在上高居住 下面租給人 做些小生意 那你就有租收 就不要亂花那些錢 因為你這樣 如果有一天被人捉了 你家裡的人就很慘了 又沒得吃 又沒得穿 我就準備 跟她說 你走吧 我就準備去大門口 開門給她 她說不准我動 她說我從哪裡來 就從哪裡走 怎麼知道 我都沒說完三句 她已經下去了 哄得很快 好像我們拍武俠劇一樣 大姑時候沒有報警 不過嚇到腳都震了 她也說沒有打算退休 現在好享受人生 還說好滿足